大家好,大家好,好弱,网络信号弱啥呀,没弱呀,怎么弱呀,大亏早上好, 啊,G9,8808,哎呀,大家好,大家好, 喝哈啡,好好好,太好了,大家好, 哎呀,你们帅,大家帅,大家帅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重庆,重庆,重庆, 换造型了,没有,刚锻炼完,刚锻炼完啊, 哎呀,天呐,今天这是主要作评本称,哎呀,太有意思了, 对面是王岐山家,对了,王岐山家昌老了, 是啊,畅老了,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北京都能看见,好啊, 新疆人翻枪出,太好了,哎呀,我一说新疆人心里都不舒服, 哎呀,我去过新疆的那几次让我现在, 我觉得真的是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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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想啊, 重庆又开庭了,开谁的庭呢,这时候我咋不知道啊, 木兰好,木兰好,木兰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啊,眼镜酷啊,我不过上次,去年我也是买了四个嘛,不同的颜色,四个啊, 啊,Instagram,Instagram,咱现在是打游击战,游击战,啊, 啊,跟盗国贼,啊,他搞国媒体一下,咱到这儿来,他往这儿往哪儿去, 社交媒体的力量啊,什么伟人,千万别说从文贵是伟人, 特别不好听这话,哪什么伟人呢,伟人都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啊, 我昨天我看了那个豆豆,我很不高兴,我跟你说吧啊, 睡觉前我看了这个推特,豆豆竟然说正事儿小哥有四分钟啊, 啊,那意思是,比郭叔强,郭叔弄三秒,他比我多多少倍啊, 三秒四分钟,多少倍啊,几十倍啊,啊,啥意思吗这是吗,豆豆, 啊,现在开始扁郭叔了,豆豆也要造反,豆豆,啊,豆豆也要砸锅了现在, 哎呀,这个小哥吧,四分钟也短来点儿吧, 昨天的豆豆发这个信息发我很不高兴啊,啊, 啊,什么意思,哎呀,豆豆出现了,还007, 你砸锅吧你,豆豆我告诉你,啊,你砸吧你, 啊, 还有这么搞瓣的吗,豆豆,这么样的毁叔叔啊,啊, 叔叔现在跟你沟通不了,没法发推特,你就这么砸锅说, 欺负人呐你这不是嘛,他有四分钟,你咋知道他有四分钟? 哦,我,大家好的,哎,不要说这个老,远离老民运,远离老王蔡, 这个不都是坏人,还是很多不错的啊, 啥豆豆练我练的不行啊,现在咋锅书呢,咋锅书呢, 他竟然说小哥四分钟,锅书锅三秒,你什么意思吗你啊, 赫赖父老乡亲,直是你啊, 哈哈,代表全家问好,谢谢,谢谢,我代表就要谢谢你啊, 哎呀,不是,这个昨天小哥把我的Instagram就直接下载就给挂出去了, 我都下载不了,这个小子太厉害了吧, 小哥在不在啊,你告诉我怎么一会弄完了这个下载下来啊, 啊,Dana,Dana,Dana,我也爱你,我爱你, 我们都爱你啊,我也爱你们, 你们都是神啊,我是小蚂蚁, Hot Road 2,爱你啊,文贵大哥这个, 这个,这个拼音不行啊,有时候啊, 你告诉我谁,0717,啊,0717, 发了加入,啊,这是谁啊,这是要加入直播什么意思啊,这是, 小哥玩电脑高手,真太厉害了啊, 小哥简直是太厉害了,爱你没商量,我也爱你不商量, 今天你生日,Dana,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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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时候回国啊,哈哈,喜马拉雅失陷了, 盗国贼灭了,你回去了,河南那样了啊,江西小蚂蚁, 我爱大家,没有大家什么都不是,搞什么喜马拉雅啊, 搞什么喜马拉雅,下个软件,来了,加入视频,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看一看啊,绕景直播啊,我点了呀, 啊,五千万美金推特公司,关闭上,是真的吗,是, 他们那不都已经播出来了吗,五千五百万, 啊,把我账号给我block掉啊,眼镜再好看,也不郭叔的眼睛好看啊, 眼睛好看啥意思,眼镜好看,还有郭叔眼睛好看啊, 但是我在这视频里这眼袋太大了呀,你说, 原来我没发现,我一直啊,就是我老奇怪, 为啥我这年龄没有那个眼角纹呢,结果后来发现也有眼角纹了, 然后呢,我就说,我咋没眼袋啊,然后发现这也有眼袋了, 哎呀,越来越大,我戴眼镜是什么,我运动是吧,听音乐, 要戴眼镜,然后感觉咔咔咔咔的,断练的有激情, 要不然断练不起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呢,我对着个窗户,就是光了,特别不舒服, 现在我看这个手机看着我呀,这眼睛啊,真是不行, 我还戴,我不是装啊,我全都不是装, 齐哥是健康事,谢谢,啥样都喜欢,好,我告诉你, 现在逗逗你说啥,郭叔都不喜欢了已经, 不喜欢你了,不喜欢了,那叫卧蝉, 还叫卧蝉这词,这第一回听说,咱那兄弟姐妹,哎呀,太牛了都, 不是,这推特呢,是他们在E-mail的时候, 人家推的说不说咱不知道,郭媒体啊, 刚才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黑客,CCS,卡卡卡, 然后黑客,直入软件,然后呢,就把你的东西给你删掉了, 没用,删掉咱都回来呀,哎呀,这个黑客真够用心的了, 然后呢,我那个WhatsApp,WhatsApp, 那WhatsApp有另外一个号,现在他怎么弄呢,给我黑客, 说你这个手机号码有问题,你点击,啪就丢了,太搞笑了, 这个盗国贼的烂人,哎呀,流氓啊,流氓啊, 怎么能给人家PK的了,还PK人家美帝国主义呢, 还PK美帝国主义呢,我的鹰衣服正在做当中, 痘痘失恋了,就是,老鹰衣服太贵了, 真的是,现在成本,因为最近最大的问题, 就我不想搞那个乱七八糟的,因为我要搞那个, 质量好的,人家给我设计那个, 人家售价是4000多美金,我给大家推出去看过, 4000多美金,我希望我成本控制在200美金, 但人家这个做的,在这个土耳其做的, 还在意大利做的,法国做的,现在回来怎么包价都在500美金, 你啊,说啥,你说啥,逗逗,你说小哥4分钟, 郭叔才3秒,你什么意思吗你啊, 你也帮盗国贼来砸郭叔啊, 郭媒体会出苹果应用版的, 苹果已经通知我们了,可以开始, 我们先叫暂停,暂停, 因为大家明白的啊,有些人吊贼, 这个执法部门还让我们不要,还要继续用啊, 没灯光,没灯光,姐妹儿,姐妹儿们,没灯光, 啊,但是呢,我希望那个衣服呢, 控制在,就是100美金啊,现在跟他们商量, 我说,呃,我这绝大多数都是送的啊, 都要送朋友的,送战友们的,不是卖的啊, 卖的也必须是一分钱不赚啊, 啊,可以下载的,可以的啊, 哎呀,十有临死前见一面, 这别吓唬我,这是吓唬人的啊, 这个,在悉尼,太好了, 我听什么音乐啊,主要是, 还是,听一听的,我听rock啊, 啊,有时候也听the pop,啊, 但是呢,我主要听印度的腰月啊,腰月,哇, 感觉好, 100万人民币方证证券,人民币, 此时此刻,刚刚结束, 杨洁篪先生,在科威特,啊, 要搞那个,我给陈氏兄弟的5000万美元,啊, 然后,啊,还要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方证,搞方证啊, 这一看就像,沈贤落降,沈贤落降, 对,我这个直播室为什么呢,这个, 这个,呃,头两天,这个有很多,这个我的律师啊, 给我统计了一下,我收到了信,他们,都他们先收, 所以你们给我写信我不能先看,都律师和安保团队看, 然后呢律师团队给我这个建议 说想办法呢 你还是跟这个战友们多沟通 我们的小蚂蚁们 因为大家写的信很多特别感动 杨洁篪抓我把柄 我抓他把柄差不多 我没把柄 郭先生最牛的 就是没把柄 有把柄早完了 人家折腾咱几年了 现在是造把柄 方舟股票拿好多年了 沈险央谷险打险 沈险央谷中心东西搞了呗 马云 现在 我在今天直播里边 拜托各位 拜托了 首先感谢你们发来的 所有的有关 微信呢 还有阿里巴巴那些信息 那么接下来 大家 任何人 期望你们把这个有微信的 block掉你们的 还有把你们信息整丢的 还是有什么这个这个 违法的或你信这个照片丢失 信息丢失的 还有马云那些给你们这个开网店的这些情况 卖假货的证据 请可以发给Sara 发给Sara 发给Sara 推特 哎呀 三万 miss you 谢谢 然后呢 发给Sara Sara是整理一下给我 Sara在不在Sara 拜托你帮助收一下的 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就是微信公司 阿里巴巴公司 所有的大数据 钓鱼 违法 卖假货 然后这个 侵占这个 用户利益 解释信息 太关键了 大家看到现在 那国会每天都干啥 这个美国的那个 重庆 共产纪说 郭文贵 给美国 一元行贿 哎呀 我现在在这给 在这说 他要找出 郭文贵 给过美国 一元 有个一分钱 行贿 付钱 郭文贵 你怎么我都行 这些盗锅贼 你干啥 你就以为我干啥 愚蠢的 连猪都是 说猪都 哎 锻炼完身体后 感觉不错 今天做平板撑 我是做平板撑 所以说 千万记住 看到美国 现在国会 已经在干嘛了 已经要开始 已经要开始 全面调查 这些公司 可以呀 朋友圈被屏蔽了 当然可以了 到我的脑子 见识少吗 都被洗脑了 哎呀 兄弟我穷啊 这话不能说兄弟 这话说 就丢了咱们战友的面子了 咱们哪穷啊 咱们这会儿富有 就不会穷 重庆你说出了孙政才 薄熙来 孙立军 文强 还有人家过去那 这么多年来 重庆出什么 重庆的老百姓最可怜的 精一帮流氓骗子 政客 来收拾重庆 四川人最厚道 当兵打仗 大多是人家四川人 重庆人 结果政客到了去了 这个GDP上万亿美元 几千亿美元 然后呢 去的一帮人都是流氓骗子 又唱红歌 又是什么搞什么这了那了 都是骗人的啊 文强这个人啊 这个大家谈的文强 哎呀哪天谈的文强 文强这个人啊 这个见过几次 用土匪俩字说他都太高看他了啊 这个人是确确实实是很恶 警察里边的恶人 这个没任何底线 就是一句话 给领导送女人送毒品啊 就是他认为这就是买卖 没底线 当然了 那是那个体制的牺牲品也是啊 所以说文强家人也是挺可怜的 文强一辈子都给别人干 帮着别人干坏事 最后别人给干坏人给干了啊 调查乱发红通的事 比你们想象的严重 慢慢看吧啊 我告诉大家的话 大家未来都给我验收验收啊 这个文强岁后的巨星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跟领导一起睡啊 太多了 重庆的领导那层里边啊 跟真正的领导的核心 我给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绝大多数抓紧都吸毒 上层领导送女人送毒品 那才是叫高尚的礼物 什么钱呢 酒呢算 那不算 不算 大家不了解这个规则 多少明星都是专门飞到四川去 四川最 老百姓都知道 那些吸毒的地方 主要是上层领导主要玩毒 谁敢说谁不玩 去咽咽血去 发来直播请求是谁啊 我爱看什么书啊 我最近看的书大多都是政治的啊 原来没看的书 现在比如说国富论呢 我最近看国家正义啊 看了几遍了啊 吸毒上瘾就毁了呗 千万别碰毒品 千万别碰毒品 我这件好像也没穿过哎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看看啊 这是带这个眼的 看到没有 也是这个比较的 也是比较的 哎呀 这家伙又黄又粉 黄独独 黄独独不能碰 国富论真正看的是老百姓的生产力 和这个政权的关系 从来不买比特币 我本人只投资不投机 本人从来不炒股票 从来不买任何所谓 既买既卖的啊 既买既卖的东西 叫投机 这个这个投机啊 最终都是都是输家 不能搞投机 投资可以 不能搞投机 我只搞投资 不搞投机 哎呀瑞女士爱怕的事 我也很惊讶 非常惊讶 大家可能是无法想象 我是昨天早上醒来 我才真正的发现了 我才知道这个日本东京这个事 我真的原来啊 就模糊模糊 我没往心里去 那天瑞女士过 发心机 我正在开会 然后呢 我就赶快出来听听 出来听听 然后听她哭声说 把我吓一大叫 所以说哎呀 大家都别往这个事过去吧 我也发了声明了 袁洪冰先生和宝胜先生 和这个向林先生 这仨人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啊 这仨人是我们的兄弟 任何情况下 大家不要去攻击他们 也别骂的那么难听 我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他们这仨人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 这是我眼镜啊 Kromb Heart 大家知道Kromb Heart 看到了吧 Kromb Heart Kromb Heart 然后这是这个 这是用那个骨头刻出来的这个Kromb 所以说 大家别 大家别去 千万千万不要 都可以理解 夫妻有时候还闹离婚的 是不是 我太太就两次给我闹过离婚 坚决给我离婚 不要我了啊 然后呢 他要精神出户 哎 闹得了也七八天 那咋的了 不都还好着吗 33年了 夫妻还闹离婚 那有啥呀 是不是 大家 手有 这个五个手指头 不要长短 自己的嘴还要自己舌头 我娘成天说这话 宝胜不要批他 老是人 你批他干啥呀 宝胜就是喜欢钱 有点太喜欢钱了 这个这个这个他也没钱是吧 有时候糊涂点 人是好人别这么样啊 怎么评价薄熙来啊 我觉得薄熙来这事别评价了 今天我憔悴不憔悴啊 今天怎么我憔悴啊 我的脸晒的 从那个旁边晒着爆黑 你看这皮都掉了 以关注我一年有余 谢谢啊 30227 薄熙来是毛思路 都没思路 就一个思路 整权力 整钱 整女人 哪有什么思路啊 你听的那么瞎说 什么特色社会主义 什么社会主义 都放狗屁的 都是骗人的 薄熙来 薄东来也是这样 知道了吗 薄起来也是这样 薄不起来也是这样 知道了吗 他都 大家别相信那个 哪什么主义啊 都现实主义 生存主义 盗国主义 哪有什么主义啊 吓唬说的他们 他们像我一样有钱 他说啥主义都不谈了 早猫起来了 大家别信那个事情 千万别跟着他们的圈跳舞走 那就麻烦了啊 哪有什么 在重庆 他们搞唱红打黑 还是搞什么国际经济 还是搞什么重庆大经济区 都是一句话 刮老百姓的钱 都是刮老百姓 不是刮胡子 别刮胡子 我这胡子 这一天不刮就刮就写了 刮老百姓的钱 骗老百姓 所以说这个 木兰木兰 明白了 木兰收到了啊 这个 这个冰心啊 记住啊 冰心你发推特 我给你发四十进 一周来冰心不在 我就每次给你发 他都是block掉 发不出去 希望你不要误会啊 还有一个 今天早上我发现 郭宝胜的推特 被这个宝胜啊 我在这跟你说 被拉黑了 真不是我拉的啊 这绝对不是我拉的 盗国贼把我拉的 就希望我们俩打起来才好呢 你说他多坏啊 这盗国贼 千万记住宝胜 我可没拉黑你啊 我没必要拉黑你 所以说 大家别相信那些 重庆人真的特别可怜 四川人 你们学学历史上 重庆上张建忠 把四川人几乎杀掉百分之九十 大清朝 还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都是拿着四川人去卖命去 四川人在历史上的黄金白银贡献巨大 四川人能勤劳 结果这四川人 惊着来的一帮政客 来统治四川 统治重庆 恶心死了 我有一天 实现喜马拉雅 我一定要 这个这个 要到四川去 我要和四川的这个 同胞们好好回顾一下中国这些几百年的历史 四川人太可怜了呀 太可怜了 我这个P刚才说了叫Beyond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他 他已经死了 这个老人家 这个他死最后一个 最后俩夹克都是卖给我的 因为他夹克都是要定的 他在那个Baffley Hill的Rodeal Drive 明天街 啊 冰心听到了 好好好在这儿冰 在换头像呢你 你说你 我这没法找你了 哎呀 那个一发私信我收播就发不出去 那么他呢是跟那个他就设计叫Yellow House 就是这个黄它有名 你看不同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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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皮子我这是有它三百多件啊 你看这你看这皮子软的你们看看啊你看看 黄配粉完全完全乱来的我刚才随便拿了一件啊 这个不过说实话文贵就是个天才 你知道吗 这个在服装上在设计上建筑上随便你拿就是设计 那没办法这一点一点都不先虚啊 谁生日快乐啊 啊冰心一直都在太好了冰心 你给我特紧张我怕你误会了啊 你可别学豆豆啊 豆豆现在砸锅书呢 豆豆啊冰心你别学豆豆啊 蟒蛇皮不是不是 这个大家记住啊 它做皮子做最好的呢 它是做那个鳄鱼皮就绿鳄啊 绿鳄还有鳄鱼皮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做的就是那个小狮子皮啊 然后再做鹿皮很少做其他皮 新加坡的小蚂蚁太好了 欠你致敬 华为是特性现在不说 以后你们看 ZARA ZARA原来我买过它很多股票啊 投资啊 三年后卖了赚很多钱啊 赚很多钱 ZARA非常聪明啊 但是一般穿挺好的 挺挺好的 很时尚 但质量不行 料子不行 河北小蚂蚁太好了 草根 说实在话 其他啥都别提 只要不是草根了啊 我们都有可能路走步很长 不是草根基础的 只要不是草根的 我们很难有未来 说心里话 根本我们的基础还是草根 大家一定要记住草根 如果娘娘没有投门给你 大家上网查查 那个当年盘古建造的时候 在这个建造水利坊 建造水利坊的时候 确定水利坊地址的时候 当年副市长刘志华 开着奥迪66866密码车 在那儿捡一房子开废 啊抽了烟 然后突然间 在这个东北方向 奥运村 哗哗哗龙卷坟就来了 我当时我的办公室 在惠中北里那个地方 那么就在那个东边 我那个是个独立小楼 我看着那阳光明媚的 出现一个悬风 龙卷风 哗哗哗哗就去了 到了鸟巢那时候 刚才出地 就把鸟巢就卷起来 然后转向到了水利坊 那个后边的临时办公房 就把那房子给卷向空中去了 哇就那么卷就飘 吓死人了 然后就到了娘娘庙那 那我的车就顺着 当时北四皇还没全通的 往那边往西边走 就是盘古现在的 这个北城西路 我在北城东路往北城西路走 看到那个龙卷风 就我说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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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要到娘娘庙 娘娘庙给卷了 就到娘娘庙一层铁皮 你看那个录像 马上停下来 所有房子给一屏 然后还死了人 结果你说就到盘古 盘古停了 如果盘古不停 上面拔个塔条 他那一转圈 那不跟射箭似的吗 如果是娘娘庙 如果不当时停了 你想想什么感觉 吓死了啊 所以说现在 这个现在看起来 这个神奇是无法形容的 无法形容的 真的是 这个绝对是要相信 我们人类是太渺小的了 这个我们地球 为什么在空中转都不掉下来 为什么几亿年了 这个春暖花开 从来是基本不差 为什么地球的水一直在那样子 这个银河系外面是什么 啊宇宙 黑洞 黑洞还是啥呀 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从小就爱问人家 为什么 我的老师都让我问的都不答理我了 我又问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老师就不答理我了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佛主上天 不相信佛主上天 那就活得不耐烦了 在小营看你呢 金泉广场深夜 是啊 金泉广场能不惨淡吗 惨淡挺好的呀 我最近要把这个金泉 潘国准备都关了呢 准备都关了呢 现在我一直是替员工考虑 叫他经营着 现在我不说了吗 大连专案主 从开始每张纸都不让动 所有文件查封 每个员工不能和我联系 所有付钱向他们报告 然后呢两三周前去了 过去的20万要报告 现在改成10万要报告 然后又决定10万花之前要报告 哎呀我相信外星人啊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现在盗国贼用的招 他真相信啊 他真相信 这个能把郭文贵的前路给断了 扯淡的 把我钱了 我卖一裤衩都比你那 比你那盗国贼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全身值钱 上个眼睛更帅 我那个上 你看我那眼睛嘛 同款眼睛最起码 所有颜色我都买啊 我都买 我这还有一个这儿了 刚才端练的 这是Tom Fult 与纽约国有开见面会啊 这个基本上啊 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内啊 跟任何啊 任何啊 这个战友都不会见面的 我先在这儿说一下 因为Snow Snow呢 Snow在那边呢 Snow Snow现在老出名了 然后因为这律师啊 安保团队已经很明确 上次人都辞职了 都辞职了 这回的安保团队都年轻啊 都是三岁来岁 这些都很明确 郭先生我们跟你啊 可以 但前提是 你绝对不能散着主张啊 这个在我家知道 就是一百多米 就是川普总统的家嘛 所以说我这个安保范围之内 那么很多现役警察就是 这个川普总统的现役 这个给他做安保的 安保的团队呢 都特别特别的担心我就是这个见面 所以说我在这提前告诉大家 基本不可能 以后想见面的可能没有 本来啊 我这给大家要给个惊喜呢 五月中下旬啊 我这是这个跟这个 很多人说好了 我是飞澳大利亚 飞日本 飞加拿大 然后飞新西兰 这个我怎么突然出现在啊 这澳大利亚 日本的战友面前呢 这个 这个这几天事就发生 我这这个 我这安保团坐在绿洲团队 就说你看 你还要跑那去呢 怎么去呀 啊 所以说去不了了 也不去了 来蛤蟆镜好看 带蛤蟆镜 我老娘说 蛤蟆镜 蛤蟆镜 安琴 带蛤蟆镜好看 一定是北京见的 一定北京见面 您好您好您好 GYC 所以说 香港你说黑暗吗 香港已经黑的 不能再黑了 我香港南湾的房子 香港政府 以查伟健为名 我家旁边的伟健是将近一半还多 我们家后面伟健一倍还多 旁边的伟健两倍还多 我举报没人管 然后就到我查我伟健 一次去二十多个人 二十多个人去查我 然后呢 就是找我香港的员工 威胁他 别给郭文贵工作了 这小子涉嫌洗黑钱 如何涉嫌犯罪 以国家为敌 劝说人家离开 然后呢 这个人家给我一个担保融资 然后警察就冲到人家办公室 律师办公室 还冲到银行 你说郭文贵洗黑钱 你说香港警察现在一下子堕落到了 简直是 简直是真的是 比几十年前还坏 香港真的是完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员工发工资的工资银行 竟然给我们员工打电话 你们这钱是干嘛的 从哪来的 我是正常询问 还要重申 我只是个人问你 你说这要脸不要脸 这香港到这个程度 这盗国贼太疯狂了 香港人现在完全不知道多可怜 我原来我还想说说 现在我发现我真的是香港人现在我不想说 因为香港人根本没明白 现在香港有多危险 多危险 还中联办开放让大家参观 我拜托了你啊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干的坏事开放开放 你把香港的黑屋做办案黑屋让大家看看呢 就这么骗 我真的是纳闷 这很多外国人 因为最近主要跟外国人在一起 就是说中国事 他们都在问个问题 为什么明知道都是谎言 中国老百姓还信 这话真的是我没法说 所有外国人在这问我一句话 多年来 我都听烦了都 他为什么明知道是谎话中国人都信呢 哎呀 我说我也没办法 然后最近他说 香港人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知道是谎话 为什么他们都信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办 悉尼我当然去过了 我在悉尼也有投资 我那还有一个大的公寓呢 大公寓呢 在这个 就在这个四季酒店旁边 哎呦 香港这个变化太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这老百姓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个这个 盗国队对他们的威胁和欺骗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太恐怖了 你说竟然 你说这在香港这个地方 竟然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香港人还竟然说我们要爱国 我们爱党 谁不爱国呀 谁不爱国 谁又猪脑的不爱国呀 爱的不是你这个国 爱的不是你我们被盗的国 要爱国你就要反盗国贼 最好的爱国就反盗国贼 最好的爱国就是让香港更安全 香港有法治 香港多么伟大的城市 现在所有外国人都在问我 为什么香港现在能这个样子了呢 香港不就不去争取不上街 那有一天最惨的就是香港 最惨的就是香港 这个盗国贼啊 深信他们控制了我所有的账号啊 这个有有有有这个我不能说那么多 有专业主的原来的哥们 给我发来的询问笔录里边信息啊 这个就郭文贵有 这钱是真的吗 那公司有吗 国外有多少钱吗 愚蠢的东西啊 我有多少钱我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我还叫郭文贵吗 我能有几千亿的财富吗 我有的财富我有的公司 我都甭说是我让我老婆还都不知道 我自己都不从嘴里说出来 我都不会有一个字写在纸上 我在里边潜伏了29年 难道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 你们不就是查电脑啊 查财务啊 这个查朋友 查家人 查手机 你还会啥呀 你会啥 你连个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 我不懂你们啥样了 然后就瞎编瞎编 离开你那个系统 只要是不用电子系统 不用手机 不签名 不用自己护照 你连个屁都摸不着 你那水平 我没说 不是鸡蛋碰导弹 你跟西方 你跟我PK呀 你连个鸡蛋都专不上 你试试你看看能不能把我财路给我断了 你都断了三四年了你 还断吗你 孙力军大哥 郭大哥呀 我到华盛顿来 我拿我妈我拿我奶的保证 我绝不跟你 跟你半点关闭郭大哥 拜托了大哥 你真是误会我了 结果现在疫苗都出来了 你来干啥来了 刘彦平先生 那么大岁数了 我特别尊重你 我想起这个身体 文贵我真不知道啊 孙力军来我不知道啊 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撒谎 60多岁的人了 你对得起你才60多岁吗 如果华为上市 中国首富是人正非 首富有啥用啊 如果首富 首富和你的安全 如果成了相反的啊 如果说未来你是首富 结果是啊 你的安全不能保障 你根本 你那叫什么 你那是正富零以下 你还不如一个老百姓呢 一个开出租车的呢 中国哪个人现在不下来 战战兢兢 多嘞多嘞的都这样啊 要财富 什么财富 要财富干啥呀 我见他多了 战友们 你去想想 现在文贵再给我一万万亿 我干啥去啊 我能吃啥去啊 我吃我自己大腿啊 啊 我能亲我自己脚丫子啊 我天天 我向他们做新郎 夜中弄房去啊 有意思吗 像马云 天天在飞机上吸毒 搞模特儿搞美女啊 到澳门去啊 孤独寂寞恐惧 什么意思啊 你能住啥房子 八个房子 能买八个飞机 中国的富豪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啊 中国的富豪 我真是连小三都算不上啊 你看那吴小辉 你看那肖建华 肖建华跟我吹牛 你放心 全中国的老板都被抓了 我肖建华没事 我说为什么 你长什么撒脑子呀 你怎么说 你会飞 你会孙悟空七十二遍 靠不上你 哥们 啊 我要抓了中南海 长安街上 哎 将空无一人 啊 吓得把他们吓死了 我说那你太不了解 倒是我贼 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了 哎呀 简太多了 王健林先生他口气 那你看看他多大呀 现在怎么了 我最觉得我觉得 我对王健林先生没什么意见 他儿子有时候说一个叫 叫什么 张篮啊 叫什么一个 叫什么搞饮食的女的 当时跟那个 他儿子对骂的时候说句话 就你的两个钢蹦钱 这话我觉得特别不好 谁有钱 都是人家正常的 别说人家有什么两个钢蹦 这不尊敬人家 现在怎么样 大家都完了 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 体制完了 大家全完了 啊 翘江南 对翘江南 哎 小目标 你看这小目标 现在不成笑话了吗 所以说在中国呀 包括那当官的 有钱的有名 谁都不是爷 谁也不是奶 别吹牛 你跳的有多高啊 你爬的有多高 你丢人线有多大啊 盘国边毛小军发的问题 谢谢谢谢啊 2015 2015 哎 肖建华 放也是给别人看的 永远不可能有自由了 除非是我把盗国贼给灭了 他有自由 否则啥都没有了 官司啊 很多好消息 现在不不让说啊 这个官司很多现在都是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非常好 文青人现在多传播文贵的爆料啊 在龙脉上盖大厦 七哥 为什么龙脉上盖大厦啊 这个问题问的好 文贵当时不惜生命代价 必须把盘古盖起来 而且叫龙盘古 大家看看当年郁达 我从看守所出来91年 我介绍河南郁达叔叔 那个郁和达是封衣足食走向幸福 郁达的郁一个一字边一个鼓 然后一个繁殖体一个走字边一个幸福 叫封衣足食走向幸福 我得看守所被饿坏了 之前吃饱饭才说搞革命 才能有理想 才能有孝敬老人 我的孩子小 父母这个这个已经年迈 我必须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所以说封衣足食走向幸福 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 警告我自己必须有实力 有实力就叫欲速 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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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达的达是你走 繁字体是姓 走这边和姓 所以时刻警惕我 必须不要暴露自己 自己的理想 要潜伏到官场里 学会和当官打交道 我在中国几乎一个生意人 朋友没有 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 我基本上 所以说你看我没有生意朋友 我跟人来往一下就要结束了 我从来不跟他们来往 中国没有生意人 中国全部都是白手套 或者是给人家洗钱的 都是人家的奴隶 所以说我叫欲速则不达 大家看到 1999年我创建了北京的公司的时候 我叫摩根一开始 因为摩根是跟美国一家战略合作公司 用这个名字获取那个地和项目 中国人吃羊的这套 不吃中国人的 你要叫什么 叫什么马根啊 你叫什么青根啊 没用了 后来我改名就叫盘股市投资公司 欲速则不达 到了我基本上翅膀掌硬了 我就要在龙脉之上 把糊涂的变清楚 开天皮地 而且大家 我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秘笔啊 这里的战友都是高手 高人 大家记住啊 听着点啊 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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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鸿来了是吧 大家好好去搜一搜 你们上Google Earth 从盘股那个龙头 就是盘股酒店的尾部 尾部啊 尾部啊 那个那个那个 有一个功能 是量距离的 从那个距离拉 你拉到那个 这个北京大剧院 大剧院是一个裂开被蒸开的蛋 重生的龙蛋 重生龙蛋 也可以说从坟墓里走出来 现在还在坟墓里了 没走出来 然后你看那个裂开那个缝 你从这个距离啊 盘股的龙尾到那个大剧院中间那个缝 大家看看多少米 大家看一看啊 看看多少米就有意思了 而且中间跨过了什么 跟白塔寺中间那个白塔 北塔 北海的那个佛教的白塔 过去 然后在中南海 看看江家大院 现在还有毛主席院 现在是习主席院 然后原来是胡家的院 大家好好看看那个关系 你们会震惊的 我告诉大家 2008年以前我都不知道 这个2008年奥运会开的时候 大家知道 就在我前面的火炬哗哗哗的 我都不睡觉 我看着兴奋 全奥运村就一个私人建议 我做着盘国酒店的 露台上 看着那个火炬哗哗的响 哎呀 然后晚上我看 我那是唯一的一个最牛的啊 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本秘密 直到有一天 我做了个梦 我过世的大伯梦见他了 他说孩子这个盘古的对面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那亮的地方 你也不好好看看 还有 你这从小子信佛 你知道跟佛什么关系吗 非常清楚 我真是我大伯 我说过季给我大伯的 我大伯一辈子没结婚 我父亲就哥俩 还想来又太清楚了 我从来不会用Google Earth 哎呀 我就到了办公室 想这事不对劲 这个梦太清晰了 我就开始摆着那个 摆着那个Google 就量量量 哎呀 我突然会用那Google Earth 一用 啪拉过去了 哎呀 我也竟然距离出来了 坏了 我也发现了里边 现在还不能说这三个秘密 在这个龙脉之上 哇 把我给吓懵了 哇塞 突然间 突然间我回想到 当年 啊 这2001年的时候 啊 这个 盘古大关 当时发生起事 和2002年 动工的 这个2001年年底 挖出了两只蛇 一个黑蛇 一个白蛇 其中一个蛇 就让当时输工队的人 把他给打死了 结果就打死蛇那个人 结果后来就那个车呀 清土的时候 车给遮过去 以后还把他给弄死了 哎呀 保佑他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 后来呢 这个另外一个蛇呢 我说你 当我知道以后 就给他放生了 到香山的沃佛寺 2009年的时候 这个蛇竟然真的是 回到了我们 旁古大关 啊 而且爬到了我住的一个院子 在上面去 我们这都有录像 都有录像 爬到那个门上边 这门的上边去 这个 当时啊 从上面他摸我说以后 我说千万别打死他 我从楼上跑下去 然后呢 就拿那个小筐 把他给弄过来 大家都给他磕头 都录像啊 看录像 磕头 然后把这个蛇 然后拿那个 就是我们的酒店里 服务的那个小篮子 带毛 带那个毛巾包上 开着车 然后又送回到香山给放生 你说神不神吧 你说 你吓死人了 啊 你说我们盘古就叫龙盘古 你说这俩蛇 其中一个 你说给打死了的人 啊 放回去那个是那样的 你说 打死那个是雪白雪白的 啊 那个照片哪天我给你们放放 那照片 吓死了 雪白雪白的蛇 啊 这就是盘古的经历 你们现在上Google Earth 看看去 那个改变不了的啊 那改不了的 你看看盘古酒店的尾部 Google Earth 到那个南部 有多远 怎么正对的 中间还有几个神秘的事情 我在这不能说啊 哎呀 所以说这个盘古开天地啊 这是谁改不了啊 啊 咱有使命 深信不疑 深信不疑啊 天一不可其 真的是 天一不可其 这个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千万千万 兄弟姐妹们 不要随便打死 动物打死蛇 这都不要杀 不要随便杀生 不要 我不说吃素 但千万 Boucher 贵 贵啊 贵在这呢 贵在这 我相信风水 我相信我带着上天使命的 Google Earth 你们看完以后 你们发发都知道 一珠宝的事情会有结果的 但是这帮人在随时挣扎 刘邦向宇 咱都不能不谈说喜不喜欢啊 这个都有各自的啊 都有各自的优点 没有什么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的 有灵性的东西碰不得 是的 不但碰不得 一定对任何事情 确确实实 你连个车你都要做 我连车我都 我每到过年都给我车都烧香磕头的 我都要亲吻他啊 老穿P1 这不是好事 确实不是好事 我每次穿P1 现在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多错误 很矛盾 你说幸福的人要穿P1是不好的 这是对的 批评的很对啊 很虚伪 很不好 这个万物都有情啊 一花一世界啊 一水一世界啊 水中有世界啊 一滴水里都有万千的世界啊 什么叫曾上元呢 曾上元就是佛家所说的 遇到了灾难 考验自己啊 上天赋予的使命 我现在正在经历到曾上元 所有现在有什么事发生 我根本不往心里去 太正常了 想想蹲着监狱的人 想想躺在病床上 想想那些被抓起来的老板 想想安邦肖建华 想想现在那些人被弄掉的雷洋 徐明李明被弄死 咱不幸福死了吗 算啥呀 心有多大 天下就有多大 未来就多长 嗯 卡了 刚才卡了一下子啊 大家记住 盗国贼一定会灭的 一定会灭的 你们想象不到现在盗国贼 有多么多么的受到了全世界的鼓励 他们对全世界的威胁 和对中国人民的威胁 和这个育民的这种结果 和现在这种所谓的就是宣传能力 他们完全有一些老帮贼 无知 他还以为过去那个三把斧子 情报第一 宣传第二 然后是 抓好这个统战 就以为天下就赢了 可能吗 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 哪种的你这么搞啊 如何修心啊 我觉得修心真的是放下自我 千万别把这个我搞太大了 就把自己弄没了 再一个千万别 我小说的事情 现在发现咱过去这很多所谓的伪类啊 还有这些有些人过分的事 就太小看了这个战友们 我说草根儿们 这些人的这个智慧 说实在话 我经历那么多年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千万些人 民心哪 是最厉害的 民心是看得最清楚的 啥不明白啊 你说你那个这个 重庆这个警察开这会 谁不明白啊 能杀吗 那新疆人被杀 又是新疆人 一说新疆 新疆被杀那么多人 西藏被杀那么多人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中国的老板 中国的这些都这么样下场 然后你说这个抓起来的这些 当贪官到底该不该抓 他家人该不该让你弄 是不是该豁免九族 老百姓傻吗 他不傻呀 所以说海外的这些人呢 他完全有时候自己忘了 忘了 一说政治就好像是他家生产的 他家地里的红薯 他家里边养的猪羊 只有他可以 谁也不能商量 一副要当领袖 君临天下 这都是无知欲昧 贪嗔痴慢疑 作祟 无知愚蠢 凡是大家 你看他讲话带着那种傲慢 自我感觉良好的 都是病 很严重的病 善根理治 这是必须的 而且一定要记住 佛家要讲的 什么叫缺漏啊 缺漏就是毛病 无上的欢喜 什么叫无上的欢喜啊 无上的欢喜就是没有欲望的开心境界 什么叫智慧啊 智慧就是看透了事情的本相 没法号 反正有法号都装神弄鬼 有什么法号 你自己有就行了呗 所以大家把这些看透了 就是佛家说讲的日生日落 日生日落 然后就是一天一天的这种重复 实际上就是上天给了你在修行的一个过程 一定要充满感恩 一定要充满了感恩 一定要充满了真的是一个真诚的心 你看看现在海外这些笑话 出的笑话 根本问题他没信仰 一谈政治好像是真的是怎么着似的 你说有些人一说好像是 好像是你一说谈政治好像伤了他爹伤了他妈似的 就这些人你说这玩意说的了吗 还有瞪眼说瞎话 老想的弄点钱呢 这个钱这个东西 有多少是多呀 有多少是多呀 没有什么叫没有啊 你活着你就有 你没活你不活了也不等于没有 谁敢说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最好的世界 人生在世根本就是贪婪 还有恐惧衰老恐惧死亡 还有这个对一些事情没看透 这水晶杯是很正常啊 那个美国HBO采访还说我拿水晶杯喝咖啡 大家都意大利法国看看去 所有的真正的欧洲人全拿水晶杯早上喝咖啡 根本不懂老土 再一个什么叫时装什么叫流行 过去一说穿西装不能穿牛仔裤 大家知道十年前西装穿牛仔裤 穿西装不能穿一具泳泳鞋 在美国流行 所有的流行实际上都是商业操作的结果 流行最好的方式 时装最好的方式 你自己穿的舒服 你开心 别人看别伤害别人 你别把内裤套在脖子上 你是开心了 那别人看的不是说脖子挂一内裤 是不是啊 像那使诺似的 我一使就每天把那内裤挂在这 像夏业良走着压布这样的 一看他就不协调